在加薩南部的边境集结了 更多的分析要交给记者庄凯宇 带你来关心以巴战争的最新发展 现在以色列国防军 似乎已经决定要进攻拉法了 而且准备工作也已经完成了 因为现在以色列国防军 在加薩南部边境 已经集结了数十样的装甲车 还有坦克车 就等一声下令就会开始进攻 但其实这个地方将近有150万的难民营 就是有这些难民在这边 所以进攻前 以色列可能还要多方评估了 现在外媒也报道 现在部署在加薩北部和中部的部队 目前都已经转移到加薩的南部了 展开行动的日期 就等政府一声令下 但是现在除了坦克车跟装甲车之外 地面部队进攻行动 将在撤离平民后才开始 或许也是想要避免一些 国际的谴责声让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 真的有非常多的难民 所以现在他们在把人民从拉法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 因为这个150万人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可能会消耗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要展开进一波进攻 那么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将会有新一波战场出现 而以色列还是持续对拉法空袭又造成6人死亡 当中还包含一名摄影记者 不过美军已经开始在加薩中部新建巨型的浮动码头 希望一天就能够载送150辆卡车的人道物资 能够顺利进入加薩 以色列的装甲车坦克整装待发 对进攻拉法是箭在弦上 就差总理纳坦雅胡一声令下 以色列如果强攻拉法 怎么安置上百万加萨人现在全出 空拍中清晰可见的白色帐篷 就是以色列的对策 但是百万人大逃难 势必又是一次人道灾难 世界粮食计划署冒险用卡车用物资 而美国也正在加薩中部的扎里姆走廊 新建巨型浮动码头 最快估计五月初能启用 届时可以每天运送150辆卡车物资进加薩 但是 以军指控哈马斯又来乱 还进行新一波心理战 那就是公布了一名23岁 以色列美国双重国籍人质的最新画面 看到儿子还活着 父母是激动又心急 而且他的左手掌已经因为被手榴弹炸伤而截肢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至亲家人回家 以色列人之家属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抗议 而且地点就在乙军IDF总部前 国际间也有行动 18国联合施压 要以色列哈马斯各自让步 但现在情势看来还有升温趋势 尤其是在美国 亚特兰大的埃莫里大学 挺拔抗议示威者被警方锁喉撂到 橡胶子弹满天飞 还有数不清的扭打冲突 不只学生 还有校外人士涌入抗议 结果就像是一场霸乱斗 警方在埃莫里大学逮捕20多人 这当中包含两名教授 从美东到美西 哥大 南加大 西北大学 普林斯顿挺加萨抗议 遍地开花 美国高等学府的挺拔抗议 和警方的对立是越来越严重 南加大被迫取消 5月10号的主要毕业典礼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更公开称学生都是暴徒 煽动恐怖攻击 这话等于火上浇油 让美国高等大学的这股挺拔学潮 烧得更旺 TVB新闻 综合报道 加萨更陷入困境 当地医院的乱葬钢里遗体增加到400具 这让加萨官员怒控 以色列军队在进行种族灭绝 加萨南部医院三处乱葬钢 有了更惊人的发现 遗体数量多到必须出动 怪手开挖 目前还在确认死者身份 最早先发现有死者是手脚被捆绑 甚至还有儿童尸体 让加萨官员怒控 在今年二月以打击哈马斯为由 进入纳瑟医院所在地的以色列军队 动用私刑处决巴勒斯坦平民 侵害了人权还想要种族灭绝 尽管以色列军方出面否认 但联合国决定介入调查 而先前在战火中 幸运从死亡母亲腹中 抢救出的女婴也传出二号 虽然在把温箱中情况一度稳定 但仅仅五天还是不幸死亡 而不停遭到大规模轰炸的加萨 眼前散落的瓦力残骸 多达3700万吨 恐怕要花上14年才能勤干净 面对加萨惨状 有联合国专家出面呼吁应该对以色列实施制裁 包括武器和石油禁运 不过以军没在怕 近日曝光坦克大军部署在加萨边界的画面 以色列从地面进攻拉法 只剩下最后倒数 TB的新闻综合报道 虽然拜登政府认定以军对巴勒斯坦平民 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但美援还是会持续进行 再请教凯玉 国际社会都知道 以色列国防军后面支持的对象 就是美国军队 但是现在以军的犹太永恒营被指控 曾经在这个约旦河西案 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所以美国方面也不得不调查 认为在几年之内 会采取这个制裁的行动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官方 怎么回应这件事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 虽然他有收到 众议院议长强生的一封信 但是上面并没有明确的指出时间 他说介绍政府评估上没有公开 会等待以军采取措施来解决 目前这个状况 美国认为并不会影响他们的持援 他也确保以色列国防军 可以收到全额的拨款 那么外媒ABC就说 因为这项指控全部都是在发生 在以哈战争之前 所以他们认为应该不会影响到 现在以哈战争美国军援的力道 另外但是人权运动的人士就认为 虽然他们的确有犯过这件事情 总不能因为时间的不一样 就来延后这个指控吧 所以他们认为 美国政府没有采取行动 甚至降低暴力到最低的限度 泽伦斯基市井如果俄罗斯持续控制 扎波罗热的核电厂 可能会再次造成核灾 再交给凯宇 最近几天正好是 赤诺比核灾事件的38周年纪念日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有发表一些看法 他认为在这个乌俄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俄罗斯军队入侵就已经占领了 他们的扎波罗热核电厂 他认为在这个38周年纪念的今天 要来探讨此事 因为他当初的俄罗斯恐怖分子 已经控制了这个核电厂 长达785天两年多的时间 他认为全世界都有责任 来对俄罗斯施压 因为他认为这座核电厂 如果让俄罗斯来控制的话 很有可能进一步造成一些核灾 所以他认为国际社会 应该要团结起来 对俄罗斯政府来进行一个施压的动作 所以这是防止再次核灾的唯一途径 那哲伦司机还说 俄罗斯占领了这个核电厂 很有可能会造成核灾威胁 因为双方战争就在这边 如果这个核电厂 到时候因为战争而爆炸的话 影响的范围绝对不会只有乌克兰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各位朋友们好 我是婉琪 欢迎继续锁定TV新闻台 下午三点钟的整点新闻 一开始一个最新联系